佛琦 暫暖時光是在2015年的4月12號 那天是博水節 所以我們選擇在博水節 那這個位置是在新北市中和南市場 那這邊附近有一條綿電街 所以我們就是選在它的附近看 那這個一個便宜的老房子三層樓 我們希望把它做成一個在台灣的東南亞文化基地 書店裡面有很多東南亞文字的書 配合另外一個活動叫做 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台灣 就帶他去東南亞帶了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之後 捐來這邊 然後我們這邊當一個運作基地 再想辦法把這些書怎麼樣送到東南亞朋友的手上 那同時呢我們也是 很多對東南亞有一些興趣或有一些關懷的台灣朋友會來這邊 我們大概幾乎每天都有活動 那這些活動就是圍繞著東南亞這個主題在轉 東南亞各國 還有美國的歷史文化文學經濟等等等等 那還有紀錄片 所以現在樓上還放紀錄片 那這個地方就是很隨意吧很隨興 那也有這個男生就是禮拜天放假啊從回籠 就是捷運站的另外一頭到我們這邊男士腳站 那放假就來讀書 就是我們本來要開書店很多人說 那外勞外配不看書的 我說其實六十萬的外籍勞工 我說裡面一定有幾個是要看書的 如果我們可以提供一些書 讓這一鄉人在台灣得到心靈這樣的安慰 我覺得就很值得 現在為什麼那麼多人來台北主張大廷 因為今天有就是我們印尼的活年 然後剛好今天是禮拜天 這裡就是我們的東南亞書店產生社關 這裡也可以結束做不用錢這樣子 然後什麼時候還給我們都沒關係 因為我們就是每個禮拜天 大概兩天到六點晚上會拜託在這裡 當時你們三位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之下 認識安娜的呢 其實我們第一次見面應該是在我們那個 文章學那個文學獎 我們有一個文學獎 移民公文學獎的一個算是開幕 就是要請大家來投稿 那安娜就跟著朋友一起來參加 對 所以就跟明星去試鏡一樣 我只是陪我的同學去試鏡 沒想到就當上你主角了是這樣嗎 因為因為他是文青 所以我們那是文學獎的開幕記者會 那文青就會慕名而來 印尼文青就來了 當時你有想要投稿嗎 還是說你只是想 你想什麼樣的心情去參與這個活動 沒有 因為剛好那天就說房價然後 對啊 講得好像很順便似的 對啊 然後我想說我同學就是跟我認識 要不要去那個地方比較好這樣子 好啊 然後剛好一到他們然後聯絡他們 這樣跟他們聯絡 然後他們去我就是擺那個書這樣子 因為我很多就是印尼的朋友 然後隨便跟他們介紹 這裡有個東南亞書店 你們可以結束這樣子 所以其實真的你們也透過這個書店 認識了非常多的移民工朋友 要不要先跟我們說一說 當時你們是怎麼會有一個這樣子的想法 要做這樣的一個書店 說嗎 當然 創辦人耶老闆 一定每個人都可以說 我們一開始要做這個書店 也是一個印尼朋友 就是跟文學獎也有關係 對 我們第一屆文學獎的時候 有一位印尼朋友叫Erin 每一個得獎者 我們都會幫他拍一支影片 他在影片裡面就說 他其實兩年沒有放假 可是閱讀讓他自由 他不是過得非常不好 過得還可以 只是那個阿公就是捨不得他 離開他 一天都不行 對 一天都不行 他頒獎典禮那一天來參加 阿公那天就沒吃飯 就是其實有一點兩難的狀況 可是那個Erin這樣講之後 我們就在想說 如果我們可以給他書 給他看得懂的書的話 就可以讓他自由了 感覺是一個捷徑 所以我們就弄了一些書 印尼的書 越南的書來 可是那些書堆在我們家客廳 其實我們也看不到 他就每天很得意在那邊拍說 你看我有一本很棒的書 我說你又得我看不懂 對啊 我也在想說 是不是好得意 封面很美嗎 還是怎麼樣 但也有些封面 是真的做得滿不錯的 對 所以當時本來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書店是在你們家 客廳 對 那個其實就是沒有想清楚 就很衝動 就買了很多書 可是當然在我們家書店 在我們家客廳也不行 就不可能請大家來我們家客廳借書 所以書店就是一個最合理的一個選擇 我們讓一堆書在某個地方可以運轉 借給需要看的人 所以就有了燦爛時光 那就是一個印尼朋友影響我們 那更厲害的是他後來我們也影響到他 剛才那位Erin 他後來發現我們開了一間我們自己看不懂的書店 我覺得台灣人真是 傻呀 真是傻 可是他當然也很被感動 所以他後來回應你 他現在回應你了 他在他家也開了一個圖書館 他把他家的客廳就像我一樣 就把他們家的客廳開放出來 可是因為他們是獨棟的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家變成了圖書館 那請問那個書店職工要做些什麼 就是真的嗎 就是你在書店裡面 如果做導覽職工 你會做些什麼事情 就是給那個我們印尼朋友的介紹 就是這裡有一個東南亞書店 你們可以結書 不用錢這樣子 就是直接說不用錢很重要 對 如果如果看書看完了 可以回來給我們這樣子 所以就是他們也是很開心 因為如果其實也是也有 就是印尼那個書用印尼文的 可是買很貴 大概一盆書大概五百塊 五百塊 是因為家運費 所以他成本很高 所以如果有東南亞書店 你們可以結書不用錢 感覺很開心 是好會推銷那種感覺 所以你們書店就是三不一堅持 這是你們的特色 這是我們的特色 其實三不一堅持 就是我們不是書店 我們雖然說我們是書店 但這只是一個黃子 其實我們是一個不賣書的書店 對然後我們的書是用借的 不過借的時候他要付一筆押金 對那就是原價 可是你還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把押金退還給你 所以他是 對他就是原價退還 可以當是免費的這樣子 對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借其無限 就是你沒有什麼時候 就是你隨時想要回來 拿回來就可以 但是你也可以 就是你很喜歡就一直留在你的手 所以他們讀書也沒有壓力 對就是不是說 我要趕快看完 或說看完就得還 對啊不是每個禮拜都有放假 很多人的假期可能是好幾個月才一次 對所以借其無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允許大家在書上 做筆記 就我們鼓勵大家在上面書寫你自己的心得 對然後我們覺得下一個人看到這本書 就覺得哇好棒喔 前面的人都已經幫我畫出了一些重點 會寫出他的心得 他們可以在這個書上面彼此交流